Hi,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YouTube channel 今天我们的customer interview有请到的是Ryan 是他是PNS的核心开发 那么我们求请Ryan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并且请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会进入到Blockchain行业吧 好了,谢谢思琪 大家好,我是来自PNS Polkadot Name System的Ryan 其实我在2015年开始就对区块链技术有一定的研究了 并且一直在持续跟踪这项技术的发展 那么个人认为除了技术的兴起之外 更多的是在理念上区块链带了非常多的创新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以阻挡的一个趋势 所以也是决心加入这样一个行业 那么PNS其实就是我进入区块链行业的一个原因 因为PNS的理念和我个人的理念非常契合 所以都是想为Web3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 就是真的是真心去为Web3发展而去想的 而不是说是去为短期的福利去出发的 谢谢Ryan的介绍 就是Web3特别的需要真正的在这个行业里面 为这个行业进行贡献和建设的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技术驱动的未来 其实PNS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技术设施类的项目 我们都知道PNS其实是波克道的生态系统的一个D&D的基础设施 那具体PNS可以提供哪些产品 那就如何帮助个人或者是团队获得这个Web3的身份呢 其实还请阮来介绍一下 好的 PNS是波卡的原生的去中心化域名系统 它其实为Web3用户提供了结尾为.dot的一个全局唯一的域名服务 那么其实可以广义地理解为PNS是一个Web3的命名系统 比如为Web3中的人资产内容 人际关系和组织身份等等 赋予人类可读可信的一个标志 那么PNS本身的使命就是致力于构建一个 可以持续服务于整个Web3生态的一个DID基础设施 那同时它也利用了充分利用了这个Substrate架构和Pallet的可促展性 想要去真正的实现去中心化的域名解析服务 那么在PNS来讲的话呢 它主要是帮助个体在去中心化的应用 组织和网络当中自由的发展 就是反而超出了身份本身 那我们的目标其实是利用这个域名的特性 将这个比如说将作品构建为创作者数字身份的延伸 或者将到参与者构建为组织权限的延伸 那这样子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样去中心化域名的一个解析设施 将所有的链上信息100%的呈现给个体 这样子每一个人就会获得一个这样的身份 那域名是互联网的一个基石 那么去中心化的域名也是Web3.0的愿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天然是一种树的资源 所以也是能够通过区块链的架构进行分配 管理解析和验证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呢 就只要通过我们的网站是3w.pns.link 是比较所有的用户只要拥有钱包之后 都可以比较方便的去提供 去获取到他自己的一个Web3的身份 好 谢谢Ren 那其实能够听得出来Ren在介绍当中 我们能够发现 Pns它不只是一个域名 它不只是一个名字和身份而已 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域名拓展到非常多的内容 以及更加帮助大家在无论是团队也好 开发者也好 还是个人也好 在Web3的这种blockchain行业当中的这种参与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 Pns对有哪些新的进展呢 也请Ren来跟我们更新一下吧 好的 好的 我们是今年的4月份上线了Mombin网络 然后目前是从一开始的10位级以上的域名注册 现在已经开放到了7位级以上的域名注册 也同时获得了非常多的社区和一些项目方的大力支持 那么我们从域名的服务角度来讲 Pns的产品已经基本的成熟和稳定了 那我们接下来会尝试支持更多的支付方式 比如说法币的支付 就这样能够让更多的人 更方便的获得他的web产品数的身份 而不需要一定需要拥有某种的token 那么我们的新的方向呢 其实是有的 就是尤其是在这个产品 比较成熟的基础上 我们现在一个是我们会 这个在道组织的身份管理上面 做出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的配套的服务 就基于DIG主设施 在这方面做一些 就配套的基础设施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的Discord 我们会开发Discord机器人 Telegram机器人 来让拥有某一个子于民的这个身份的人 才能够进入到他们自己的频道 或者是拥有自己独特的 这个Discord的身份 这样子能够在网络当中更加可信 而不会造成很多误会和误解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解析服务 那样子能够让更多的这个应用 能够集成到网 能够展示这个.dot的域名 PNS域名 这样能够更加方便 或者更加有利于 DAB本身的数据的可预读性 能够更好的让用户感受到 它是以这个人的身份 或者是以这个组织的身份 来去进行的操作跟使用 那么同时我们最近也非常多的 这个在怎么说 就是在亮相吧 就是团队也在亮相 比如说我们从6月份的 这个Voca生态的Picode的大会上 我们也进行了展示 然后我们也参加了 今年的Web3 Bootcamp 在9月份的时候 我们也会在南京进行 这个demo day的展示 同时我们在前段时间的 大力会议上 我们也是作为核心贡献者 在进行的这个帮助会议的筹办 然后同时我们也在 DID的 讲DID的一些主题 在DOTS这个主题 在这个DISO的主题 在基础设施的主题 都有我们的亮相 谢谢Ren的介绍 就是能够看得出你们一方面觉得 需要让Web2和Web3更好的连接 就是帮助大家用更Web2的方式 能够获取到Web3的身份 更方便更易得的进入到Web3 那其实这我觉得对于用户来说 是非常友好的 它你的使用体验应该是更加的丝滑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看到说 其实当用户进入到Web3了之后 你也为它的这个域名 付出更多的它的功能 然后让用户可以更多方面的 然后参与到整个Web3的这种建设 或者是这种参与当中来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 然后也非常实用的一些产品和项目 我想就是也非常地受大家欢迎 其实我们两个团队之间也有一段时间的合作了 那有请Ren也从这个使用SubQuery的Team的角度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你们为什么会使用SubQuery 去提供SubQuery 你们是用去索引哪些项目 或者是哪些数据 然后而且就是你们使用的这个感受和体验是怎么样的 好的 我们其实是使用SubQuery索引了链上的域名的详意信息 因为我们本身 域名是可以绑定在你多链的身份的 这样可以把你在Web3用户 在不同的区块链生态当中的地址 都能绑定在同一个数字身份下面 聚合了它的水平化身份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配套的服务 叫Web3 profile 主要用户在任何浏览器里面 输入他们的PNS域名 后面加一个.site 比如说rion.dot.site 他就能看到拥有这个域名的所有的Web3 profile 那么这里面就要就涉及到了链上的这个查询 那我们使用了SubQuery 去索引了链上域名的详意信息 比如说域名的注册时间 注册用户 续费时间 续费注册费用等等 那大部分的数据都是用于这方面的这个前端展示 那么在使用这个SubQuery之前呢 这个我们会发现以前的技术是不太 就是适合SubQuery架构链的 所以但是这个替换到 首先替换到SubQuery 是非常容易的 然后同时呢 我们团队也根据内部的需求 做过非常多次的这个重构 就操作起来也是比较顺滑 那么SubQuery的特点 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简单灵活 而且叠加速度更快一些 而且SubQuery对这个SubQuery的框架链的 这个架构支持比较好 在SubQuery部署呢 相对简单一些 那么对于我们后续 要进行这个不停的迭代的时候 这样对这个SubQuery框架链的支持 这个特点 会让我们更加愿意使用SubQuery 谢谢任的介绍 就是通过任的介绍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其实这就是我们SubQuery的两个 很重要的特点 一个就是我们的SubQuery的 完全的支持 并且我们原生于波卡生态 所以对波卡生态整个系统的技术 是更加的了解的 另外一方面是 我们都非常的希望 作为developer友好 能够帮助developer解决更多的 后端开发的问题 所以由我们来进行host service 在你们需要这种升级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用各种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积极的配合 就是感觉我们从Ren的反馈来说 感觉我们SubQuery想做的事情做到了 非常也 所以很开心听到Ren的这样子的分享 那最后其实 是我想这个问题呢 是帮大家问的 有很多人其实想要进入区块量行业 在无论是在熊市还是在牛市 其实大家就像Ren刚才你有提到 你其实是因为认同技术嘛 所以其实无论管它的市场 是一个什么样子 依然是有非常多的热情 想要进入到这个行业 那么Ren你如果是给一个新的 想要进入区块量行业的人 他一些建议的话 你会建议他什么呢 其实我反而会 这个问题很大 首先我只是说一些 我个人的一个建议 首先是我觉得 书画链这个技术技术的变革 是有非常多的 非常非常多的贡献者 一起把它进行快速迭代 从而导致成就 今天现在这样子 比之前极度不成熟 到了现在这个状态 所以 但是呢 从现在进入区块量行业人 其实现在我们区块量也发现 大多数的应用 现在还是集中在 金融属性本身的应用 但实际上 对我个人而言 我的观念是区块量带来的变革 不仅是技术上的 更多是理念上的 甚至是商业思维模式上的 可能会 这个完全的改变我们 现有很多商业模式 惯用的这些 思维框架 所以呢 我反而觉得 对于新进入 或者是刚刚进入 说完 从专业者 或者在找寻目标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是时候 更多的关注 如何利用区块链 来构造和体现更多的 或者是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而不是说盯着一种 这个可能 这个还存在的一些 金融属性来去看 我觉得那样子 是很难走远的 更多的是要 更好的能够为Web3 本身这个理念 或者这个网络去服务 从挖掘出更多的 我们原来 可能在Web2 Web2的这个时候的 非常方便 但是可能并不是 很合理的 这种运作模式 进行改变 我觉得这个可能 是我个人 对他们的建议 更多的关注社会价值 其实Subcray 也是一直想要致力于 作为Web3的基础设施 基石 然后来帮助 更多团队去开发 和实现这样子 一个愿景和目标 谢谢 谢谢Ren今天的介绍 那以上就是 我今天想要采访 你的所有的问题 也非常再次感谢Ren 今天来参与到 我们的customer interview当中来 也希望今后 还有机会 再跟你进行互动 好的 谢谢 也非常感谢 Subcray的邀请 和Subcray一直以来 提供的很好的服务 谢谢Ren 谢谢Ren 谢谢Ren